在新北中信特攻的部分 魏家豪 阿巴西 菲克 譚傑龍 還有克麗絲 阿巴西拿到籃板 菲克傳出去的時候才... 這球被撥出界 裁判是盼獎原本自己掉球 所以這是運暴發生的失誤 上籃 美晉 再來一下 菲克自己在拿 反手上籃得分 哇 的確啊 雲豪需要一個暫停的啊 韓傑龍 支出副角的外協 沒有 哇 籃下進攻籃板 補籃 菲克 打光沒有 菲克搶到進攻籃板 菲克殺進去 給到克麗絲 小拋射他的拿手相 雲豪可以表現得更好 這天 雲豪的防守出了一些問題 菲克面對克羅瑪 給到了黃鴻翰 拋射有 解釋一分進場 菲克這一球沒有進 不過在... 對啊 其實我們從一開賽就一直說到 排皮永豐援爆今年的補強 一個籃下的機會 但是沒有把握住 黃鴻翰左邊低腳的三分球投進了 對 哨音響 你全部放出來吧 現在就是要釋放的時刻 是 喔 菲克中路殺進去兩分要到 一向資深的球員 是 朱益中其實已經 原本是要 雲豪需要的不是像這種情況 喔 喔 菲克直接殺進去的時候 什麼強度的加上來 是 喔 李漆衛 就是 應該要有這種碰撞 才可以自己的幫忙防守 雖然說今天不管威廉斯 或者是克羅瑪 其實他們的 菲克進攻籃板 哇 現在 特攻是進攻籃板吃到飽 是 打開 快速的要重新來看一下這一球 看清楚這一球到底什麼狀況 是 VAA 給到謝阿瑄 再交菲克外線的出手 G 這是菲克剛才的三分球 最後 新北中心特攻 就是在克場 87比73 擊敗了台北友工雲爆